晚上好各位 今天分享的是一个我个人 就是 分享一下我以前第一次戴美瞳的一些经验 就是跟你们说一下新手怎么戴美瞳会比较容易戴进去 放在随便哪吧 那我是就是戴的时候就是 如果你戴右眼 就戴的时候往里看 就不是这样逗眼 不是逗眼 就戴右眼 戴左眼的时候就往里看 戴右眼也往里看 然后就这样侧着 侧着你知道吧 然后就是 把眼睛扒开 然后从眼白那块 就眼白 就是从 你就是往这边转眼睛之后 从眼白这里戴进去 一定要 不管怎么样要吧 要把眼睛给扒住了 一定要扒住了 不然你就是 刚戴裙一叠一眨眼 就 眨出来了 千功尽弃 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朋友他睫毛是 就是 上睫毛算下长的 然后 就是我是眼睛前面这部分睫毛 就睫毛加 加不到 然后就很靠下嘛 然后 就是戴的时候 有时候 卡在睫毛上戴不进去 所以就是 你到时候 戴的时候 就是根据我这边这个方法戴的时候 就是扒眼皮的时候运用 记得把睫毛一块压住 然后拔着 如果你 这样从侧边戴 戴的时间长了 习惯了 克服了吸引上的那种恐惧感之后 我就觉得 戴美瞳 我不会害怕 不会怕戳到 或者怎么样 就可以这么样戴了 这么样戴很简单 你就 扒住眼睛 然后用那个 他 美瞳和丽丝戴的那种镍子 那种 呃 扶住棒啊 不知道怎么叫 然后用那个东西给他 搭进去就行 或者就是 也可以用手指 但是你用手一定要喜欢 开始 戴美瞳是用的 用那种 镍子 美瞳和丽丝戴那种镍子 然后就 也不是说经常 就偶尔会有 十次 十次里面会有 二次里面会有 那么一两次的 不小心 就 太有力 一下子扎到眼球 哇 就 扎到眼球 就算是 不小心 那么一下下 超疼 然后说到戴美瞳 戴美瞳 第一个 就是一个 嗯 这玩意看来 你不用手指也接触 眼球的一个方法 然后新手 我觉得应该可以 摘的时候 这样 摘会比较放心 就是这边 用手 把 把那个 上下眼皮 扒住 扒开 要把那个 美瞳 你的瞳孔 完全露出来 然后往后 往后扯 然后 美瞳这时候 一般会扯的 那个 一般会扯的 也跟着 就往后移一点 有点往后滑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用力 往前 就是往另一个方向看 然后 眨眼 然后美瞳 就会被眨出来 一定要把手指干净 然后就这样 一个你可以把 先把美瞳滑到另一边去 然后拿出来 然后或者是 像 就是像我这样 直接取出来就可以 反正我是没有什么影响 然后你们要是 就是比较怕的话 还是用 就是 第一种方法比较合适啊 现在我们来讲 就是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下 淘宝上的美瞳 到底靠不靠谱 然后 就是前两天 看了一个 一个 一个美瞳的什么 就是说 国产 怎么怎么样 他们反正是一个 将美瞳的视频 然后那个 阿卜如斯 还是不是说 一个 千万不能在淘宝 买美瞳 一定要在同代那里 买 还是怎么样 来着 我就 我觉得吧 就能在淘宝 卖美瞳的 最起码 别都不说 你自己 你现在去淘宝 你有淘宝店 随便开一个链接 打上美瞳两个字 或者你去闲鱼 打上美瞳两个字 然后很快 就会 就是 会被封打 这就是一个违规 因为你在淘宝 或者闲鱼 不能随便卖美瞳的 你一般人卖不了 然后要是卖 就是 能在淘宝上 卖美瞳的 都是那种 都是那种 什么什么 药房的 那种骗 在猫店 然后 铁猫店 你知道吧 就是 铁猫店 在这种地方买 好歹有个保障 就你万一出了什么 资料问题 也有地儿找不去 虽然 就是 在淘宝上 能买到的美瞳 不说那些 国产的日炮 就在淘宝上 你能买到的那些 颜袍 一般都没 虽然没什么好看的 好看的还是 铜带的比较多 倒是在 有一些 极少数 某几个 铜带 那里 买到 就是 买到美瞳 就是你带着 买到不好的美瞳之后 万一出什么问题 你去找它 它就都没看见 你能怎么办 我手机 这个手机没有那层 我们换个手机 继续 就可能 可能资料会有点差别 有点奇怪 不要再 我说到哪了 看一下 当然淘宝上 淘宝上卖的那种 就是比较 就是天猫店卖的那种 比较购款的 或者是韩国产的什么 美瞳那种就别卖了嘛 我觉得 很明显 就是不太那个什么 为什么那些大股美瞳的店 它就像 那个美瞳就像 就像 就像地下等一样 什么什么 什么香水 什么什么娃娃 什么什么蓝具 然后那个美瞳品牌的全称 还不知道打出来 还就是 中间插两个新号怎么样 因为就是没有那个什么 什么自个人